如果神是創造主 那佛教不认为有創造主 那如果佛教认为说 神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形态 祂能有比较大的能力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你比如说 社会上有钱的人 他呼风唤雨很容易 那我们呢 前面要换个地砖我们都很难 我没有那个能耐 没有那个钱 也没有那个关系 那是我没能耐 如果这样比较起来 人类的生命是一种程度 有一种生命的程度是很高阶的 他用想的都有东西 他身体是不会像我们这么重 他会很轻 他想到什么 身体到 想到身体就到 是有这种能力的生命形态 那这种生命形态 很神的样子 对我们来讲是这样 超越人类的能力 那这样子的生命形态 也是在轮回当中 不过他能力比较强 那我们说那叫神 OK 那佛教是同意有这种神 所以佛教里头 我刚开始开中明义讲说 我相信有上帝 是啊 但是我相信的上帝 跟你相信的状态不一样 你相信的上帝 是创造了一切 包括你 你三合大地 而我相信的上帝是 他想象的以为他能创造一切 这样你懂吗 他其实不是真正能创造一切 是因为他的能力比较强 基本上他还在烦恼当中 比如说 就佛经的立场 就佛法立场 你看上帝曾经对于他的创造 他自认为他创造出来的人 亚当夏娃 不能够按照他的要求 而去吃禁果 产生很愤怒的反应 那在佛教来看的话 圣者解脱者他是不会愤怒 那他居然要愤怒 然后说有大学 所以才有诺亚方舟等等 那我们不是调侃 而是说 他们的经典上就 旧约上就这么写 然后旧约上也写到说 要有天就有天 要有昼业就有昼业 对 在人类所看到的 天界的天神 他的能力 是有到这种程度 就是他画自在天 有这种能力的人 这天神 他能由他画 不用自己画 乃至于他念头一想说 你去做个什么 你几乎 你是他的属下 你几乎听了就马上去做 做了马上就成功 所以念头道就能成 成个什么样子 可是你要知道 那不是他有能力 也不是他创造了你的人 不是 是因为你跟他过去的关系 他使他能支持你 他能支配你 这样听懂意思吗 这样子来讲的话 佛教相信 是有这样子 比较能力超过人类的 这类生命状态 我们说叫做神 那有一类呢 是能力超过人类 可是他的修养比较差 愤怒心比较重 我们说他叫修罗 天修罗 但又有一类呢 我们说他叫做畜生 动物 就是他是人类 没有人类那样子的自在 可是他还是有自我感 有爱染 有爱欲感 甚至部分有家族感 有的没有 只有族群感 比如说蚂蚁 只有族群 没有家族 那比如说蜜蜂 有族群 没有家族 可是狗 猫 猩猩等 他有家族 也有族群 像这样 我们说那是一个人类以下的一个动物 或者叫做畜生 那有一